哈喽今天呢带我们家小B看镜头看镜头 带我们小B出去放到风 去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挺新的商场 然后那个商场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庭院 那个庭院呢是可以带狗去的 所以带他去玩一玩 而且刚好今天的天气又超级的好 阳光明媚 然后今天穿的就是上一次刚买的 藕粉色的连身裙 加上只有买的新鞋子 超级春天的一个穿搭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然后立马就把它给放下来 感觉他也很想走路 现在还不怎么会爬楼梯 最终还是抱着他上来了 太小了还不会爬楼梯 哇这里真的好棒 就绿化做得很好 然后也很适合拍照 遛狗啊来这边喝咖啡啥的 大体快乐 事先吃吧 不错 电话 本来适合拍照 我们在工作人身前 通过归楼梯 已经10丁的吻ぐ 过去 ここ去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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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们有一个人 还设置了这个宠物的厕所 狗狗呢可以在这里带好小号 上完之后还可以用这个水冲洗一下 这里还有给狗狗喝的水 还有他们的盆子 没有使用过的和使用过的 我竟然发现一只跟我们家小弟 长得好像的比胸 长过来长过来 长得好像 长得好像 长得 Operations 似eter似ater whatever you want to pursue yeah 揣erem c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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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 我房间温厳闻 我们现在已经完了两个小时这样 然后坐下来休息 刚好呢肚子也有点小饿 我早饭都还没有吃 所以买了咖啡 然后还有上屏寺 感觉他也累了 你看有没有刚开始来的那么的元气 现在有点疲惫的感觉 果然比熊 一出门就会变成泰迪 看他的脚长长成这个样子 回家要给他洗酒了 现在还给你带煮 天哪儿 还没吃 干吗 你带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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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是今天刚刚寄到的灯具 它是一款丹麦的照明品牌 准备装在我们客厅的餐桌区域 里面还附赠了这个灯泡 没错它长的就是这个样子 机前逛的家具店 Bokenceptor里面 看上了这个灯具 金属球体状的灯 这个设计我真的是很喜欢 灰色呢 跟我们家的整体配色也比较搭 但是它真的好大 装在天花板上面可能太过显眼多目 两颗一起装上的话 有点大到夸张 如果两颗都在小一圈的话 效果是最佳的 不论大小后 光是看它的设计啊 还有这个球体的光面 这种金属档真的超好看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给我点意见吧 是挂两颗还是挂一颗呢 哈喽 来给大家拍一个小型的行李箱装箱 因为明天是我们阔别已久 快接近一年的旅行 距离最后一次旅行是去年八月份 我过生日的时候 然后那一次旅行呢 旅行的三天 有两天都是在下雨 所以基本没有去什么景点 怎么玩过 那这一次呢 是因为恰逢五一环金周 全日本都在休息 那刚好这一次男票有加期 并且这回不只是我们两个人 还带上一只狗 就是我们家的小B 带他首次出远门去个短期的旅行 如果这个懒癌的办事效率 也不知道这支视频 发出来的时候 应该已经是六月份的事情了吧 就还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用它来装两人一狗的所有的行囊 一共去三天两夜 我带了十三套衣服 加上一个外套 它途中比较冷 我就一定要带一个外套 这个外套呢 有点像绑衣的这种设计 穿起来很轻盈 有点oversize的感觉 但是也不会显胖 如果经常看我的服装 购物开箱的话 就会发现我真的很爱买连身裙 特别是夏天 我就去旅游的话穿连身裙 我觉得也是很方便 很舒适 然后第二套 也是一件连身裙 秋季款 但是现在春天也可以穿 好 最后一套呢 是香油粉色的 纯棉长款连身裙 比较朴素的风格 但就是很舒适 然后很方便 衣物就带以上的这些 然后包包的话带的是这一款 每一次的旅行都会带上它 主要是跨外间背的 背上以后又可以解放双手 另外是它的容量 不要看它小小一个 其实还是挺能装的 那我会用这一个 旅行装用的收纳袋 然后这一个袋子呢 装我的内衣裂裤 它有两面的 这一面可以装袜子 这一面呢可以装内衣裤 就避免袜子和内裤啊 产生直接的接触 睡衣带去 有空间的话 还是带自己的装用的睡衣 去比较干净一点 好 来看一下 我带去的一些洗漱用品 第一就是母鸡的这个收纳袋 虽然它真的 毫无颜值可怜的收纳包 但是它真的超要及使用 打开以后 是有三个独立空间的收纳网 还加一个挂工 可以直接挂在浴室啊 或者房间都可以 护肤品只带了这三样 年纪大了真的就是 越简单越好 优家的防晒 洗面奶 越是分淫的 它有带卸妆功能 刚好可以卸掉防晒 就不用另外再用卸妆膏了 欧洲单的护手霜 口红 没错 这一次我的彩妆 只带这么一款口红 美妆博主 竟然出门游玩的话 不带彩妆 真的太神奇了 我自己也感到很惊讶 自同疫情之后 除了平时拍视频啊 会化妆之外 平时真的基本零化妆 我的香水 带这一瓶 竹马龙的 黑莓与月桂月 超好闻 很中性的一款味道 如果当天不想洗头 我一定要用这一款 蓬蓬粉 它能立马打造出 刚洗完头的那种蓬松 空气感的发丝 最近新发现 效果超级好的一款 整肠药 真的还是容量很大的 帮帮打 然后这个呢 是我的相机 佳能的GTX Mark III 充电器 接下来介绍 这一堆B将的东西 它的东西数量 都快要赶上跟我一样了 给水器 这个锁打开以后 按下按钮 水就可以出来 直接喂它 这个就很方便 然后颜值也很好看 这种奶白色的 这个算是它的妈咪包吧 我会装一些梳子 蛆虫黄 就是可以放在它的狗绳上面 去旅行的时候 一定会有花花草草 然后一些草丛啊 一些土壤 然后其他一个蛆虫的作用 繁蚊 繁蚊虫啊之类的 这个是我在韩国的一个 宠物用品品牌 定做的 它会给你粉上 你们家宠物的名字 然后前面呢 还是比熊的一个图案 比熊的小脸蛋呢 也超级闷 然后上面有一只 小鸡的图案 就刚好它有这个 黄色小鸡图案 我们家小B加上我 然后是弗莱希的这款 灰白色的牵影声 M尺寸的 然后这个绳子 我记得是5米的 然后这里一堆 都是它的尿布 是它的尿垫 狗狗专用的湿巾 然后还给它带个 狗粮 还有它的零食 这个呢 是妈咪背带 它从小用到大的 它不想走的话呢 就把它钻进这个背包里面去 哦哈哟 我们现在已经出发了 我们家狗狗 我是直接把他的整个窝 都盘到车上来 让他在车上 也可以好好的睡个觉 开了两个半小时的车吧 然后终于是到了 这家酒店呢 是可以带狗狗兰的 伊豆 伊东穿戴的一个宠物酒店 日记1116 开门 先看一下 哦好小哦 就是一个单人间 床 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然后有狗兰 那不是网和垃圾桶 非常简单简约的一套设备 然后枕头套盒 这里面的被单 也都是非常干净的 枕头呢 闻了一下也没有异味 请具整体的卫生做得不错 进入之后立马探平 一正晚没有睡好 先休息个30分钟 晚饭呢 约好了是7点 现在才3点 不着急的 现在直接躺在床上 跟我们家的狗子啊 嗶 咪咪 跟他一起在床上试试 哈哈哈哈 早上好哟 昨天晚上又是一整晚的 没睡好 已经连续两天都没有睡好了 我们刚开始呢 是准备让小B 跟着我们一起在床上睡的 因为我发现 那个酒店里面的笼子 那笼子真的很脏 谁说日本人 卫生干净做得好 就那个笼子 有很多之前住过的狗狗的 那些粪便啊 整个擦都擦不干净 所以呢 我就不想让他 在那个笼子里面睡觉 让他在我们床上睡 刚开始前半夜 几个小时都睡得好好的 我也定时起来 给他上厕所 我自认为 他觉得床是睡觉的地方 但是到了后半夜呢 他就突然在床上 给我尿了一汤 没有睡好 可能全部才睡了两个小时吧 真的冲我极得困 今天好像要好好睡觉 不然咱们都没法睡了 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 是来到伊东的这个小市商 19年的时候 8月份 我们去过伊东的这个大市商 大型的抹茶布丁形状的山丘 这一回呢 我们来之前没有去过的小市商 索罗大人缆车上去 现在我们在坐缆车 因为今天的头发真的超丑 这个平地超好看 反方向可以看到海景 伊豆的海景 超美的 从什么想要 写去感觉 19 utances 伴来 写去感觉 Zither Harp 写去之灵 中车 写去感觉 此一刻吻 沙拉拉拉拉 drawn fy墙在我 爱 唻 pref 在小小нь i remember again lalala romantic sunday lalala it's a beautiful and shining day 손 끝에 터는 memory 놈가에 내리는 sunshine lalala all I need is your love 这家咖啡321 就是这个小市商单顶的网红咖啡店 刚开不久没有几年吧 当时时代太大了进来桌一桌 点了一杯草莓酸奶 新冬了吧 然后他点的是咖啡拿铁 这小家伙一看到吃了就脑子劲地冲上去 每次只要他累的时候呢 就会变得超级乖 全身无力的贪婪在你的身上 变精神之后 又跟多动症的小孩一样 现在他是完了一整个上午 已经开始累了 好又很快 我们现在来觅食 因为带了只狗狗 所以去不了那种一般的餐厅 我们只能来这种日天的 我们的食物来了 现在好多地方都关门了 所以这是我们唯一能吃的 日子菜包饭 海鲜饼 酱炸鸡 今天的第二个景点 一斗的Gran Padukone 一斗的Gran Padukone 哈喽 今天是第三天 我们要回去了 老样子还是因为带着狗子 所以呢行程也不着急 就回程的路上 如果有啥景点就去看一看 没有的话也不强求 悠哉悠哉地逛回去 现在我们也已经准备退房了 行李呢也都收拾好了 我们路上遇到这个地方 觉得还挺美的就停下来了 它好像是一个木材的工厂 卖这些形状各异的木材 挺时尚的感觉 这里好像还有咖啡厅 宠物也可以进入 这个很好 天井要有一个大院子 或者是大洋台 咖啡店里面呢这个样子 因为现在是早上 它刚开门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 比较亲近 点到咖啡拿铁 冰美式咖啡拿铁 卖像还挺好看的 这个楼梯应该可以爬上去 今天的第二个景点 泰迪熊博物馆 同时还有宫崎镇的龙猫掌 现在来到一个叫做爱犬的车站 有餐厅 然后咖啡店 还有给狗狗运动奔跑的广场 狗狗都可以玩的地方 因为这一块区域 就是狗狗能去的地方还挺少的 有被限制住 所以来这里带着狗狗的人比较多 现在停车场这边再排队进去 这完全是狗狗的天堂啊 有的玩有的吃 他好想交朋友 我们的午饭来了 点了两份咖啡牛肉 在餐厅的外面呢 马上就是超大型的狗狗热园 狗狗广场 快走 那个完全都是狗狗的天堂 超空场 好多小狗狗 这个造型好像狮子 来哦米特 这到底是什么一个景象啊 一个在吃草 一个在挺屁肢 哈哈哈哈 这只好可爱啊 大型的太子 好可爱 最小型的小狗狗 超黏黏的 最小型的狗狗 超黏黏的 在狗狗狗乐园玩了一个下午 现在累场了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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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